1 2 3 呃啊 溜出来了 好像地震喔 欢迎光丽爱吃星球 今天我们要做非常简单的 微波炉布丁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相信吗 你在办公室就可以做出 微波炉的布丁 也是非常的好吃喔 我们今天呢 需要的材料也是非常的简单 首先你要准备一个 你不喜欢的马克杯 你觉得它越普通 甚至越丑越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进到微波炉里头 如果不小心真的热到裂掉 你也不会心疼 所以呢把家里头 不要的马克杯拿出来 就可以做微波炉的布丁了 首先我们先加糖进去 那么糖到底要多少呢 我已经帮大家就是测试过了 像这样子的 2匙或者3个都可以 那么我们就要先把糖放进去 那加2匙半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加一点点的水 把糖弄融化 好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糖融化之后呢 下一个步骤非常简单 就是要送进微波炉 糖是用700瓦 然后先微波1分半 那如果你觉得说 它的焦糖色还没有出来 你就20秒20秒的微波 就会比较安全 不会一下子过热 会变得太黑 就会太苦 好我们刚加热完了 它长这个样子 就是焦糖的颜色 那接下来这个步骤呢 我们要赶快快横准的 加一点水进去 然后把它搅拌搅拌 它会有这个声音 千万不要害怕 它就是会有一个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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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滚滚的声音很恐怖 好然后赶快 我们快速的搅拌它 然后要很小心 因为它会喷到自己的手 因为它现在太滚了 搅拌均匀 接下来呢 就要处理布丁体的部分 好我们现在需要的是 一颗鸡蛋 那在打蛋的时候啊 这个动作 跟我们平常不太一样 是我们不要把它打到起泡泡 我们就是轻柔的 越轻越好 然后来搅拌它 如果家里头 没有那种搅拌的机器 也没有关系 我们拿两根汤匙 这样子就可以了 关键就是不要起泡 所以动作要很轻很轻很轻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再加糖了 这样是一匙 这样是一匙的话 其实会有一点点甜 所以我建议是三汁 这样子口感会是最好的 然后接下来呢 继续加糖以后 搅拌它 我们搅拌到一个程度以后呢 就要加牛奶进去了 一样是不要打到有泡泡哦 好 我们要加的是120ml的牛奶 好 搅进去 然后继续再搅一搅 搅到一个 它的这个颜色 慢慢变成果汁牛奶的颜色 我们就可以过筛 因为我们这个筛子比较大 所以我们要慢慢的 过筛的目的是为了 让它口感比较绵密一点 OK 好 下一个步骤呢 我们就要去微波炉 用600瓦的火 所以算是低火600瓦 然后先微波1分30秒 然后接下来 我们如果发现说 它有一点膨起来 那就可以拿出来 那如果它没有膨起来 我们要在20秒20秒的 慢慢的加热它 所以你要在旁边 一直观察它哦 接下来这动作就是拿铝箔纸 赶快 把刚刚很热很热很烫很烫的 杯子给包起来 这个动作呢 是为了把它焖熟 完整的包起来之后呢 就是放凉 放凉以后才可以进到冷藏里面 隔天就可以吃咯 好 这两个呢 就是我昨天先做好的 因为要冰一整晚嘛 我不想吃在公司 所以我昨天在进行先做好了 做两个的原因是因为我害怕失败 以防万一我就做两个 那至于会不会成功呢 我也不晓得 我们现在就把它打开来看咯 可能有一点点水 但没关系 我们基本上就是先扣扣看 一 等一下 有吗 诶 诶 有啊 有 有 它有凝固 好 那我们来开第二个咯 我还特别拿了一个很可爱的杯子 想说这比较吸睛 我还拿了公主系列的杯子 好 如果用杯子做的话 它就会长这个样子 这是一样的配方 一样的制作时间 只是容器不同 这个感觉 好像面身不是很好 倒扣出来 一 二 三 又吹了 好像地震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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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好丑 真的好丑 好险我做两个 太好秀了 这应该是因为我没有热的太久 没关系 那我们就装饰这个好了 好 我就假装我今天只有做这个 你们刚刚都没有看到 我今天做的是这个 不是这个 这个把它拿走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如何把它变成 100块钱的布丁 我们就要来做一点装饰 你觉得很丑的地方呢 你就铺上 喜欢的水果 做完就会看起来很像可以在外面卖100块的 这样看起来应该 应该不算太差吧 希望大家喜欢咯 这就是用微波炉做的布丁 那其实它真的是非常简单 只要你掌握火候 然后只要你掌握那个配方 你都不要自己乱加其他的东西 基本上 成功率算高啦 只是这个就真的太丑了 我们就 focus在漂亮的部分就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咯 好好吃 口感好感很好 欸我没有 我没有500给给你们哦 没有没有 这是老实话 有到那个外面你知道餐厅那个那个 像伊雷特那样子吗 好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蛮好吃 好 yes 再见 再见 再见